我突然想证实一个段子 就是有个关于作曲期段子特别逗 说作曲期毕业生实在写不出来了 说毕业的这个作品最后一天了 然后最后请教授喝大酒 教授你能 怎么才能在一页之间写出一个教育乐呢 教授喝大了说 我教你一个诀窍 你把一个现场的教育乐倒着抄一遍 就最后一个音符当第一 一个当最后一个 你就完全就是一个崭新的教育乐 反正也四个乐章 然后学生回来就死活 就找不到别的教育 就看到教授的作品 把教授作品倒着抄了一遍 第二天一排练 这个人太逗了 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 有这可能性吗 有这个玩笑 当然有这个玩笑 因为音乐的技巧 其实说白了的话 其实是数学的哲学 比如说我们讲这个一二三 就算是哲啦咪吧 如果你数学学的好的话 那你是哲啦咪 咪来哲 哲咪来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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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列组合 它在无限制的可以排列 是吧 尤其是带上节奏之后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 商人员学院 我们经常跟教授提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老师 这个哲啦咪发索拉戏 天天就这么学 会不会哪天写的一样的 老师说 不可能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可能 反正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个危机 就是说这个朵兰米发 说那希多可以哪天写完 就人类就写完了 好像没有过 所以呢我觉得就像 就像你说我们的生活可以重复吗 很难说